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闻烽火台 有关中共093核潜艇出事的传闻依然不断 更有消息说北部战区海军司令王大中因此被查 而国防部长李尚服也已经消失两周 那么习近平和中共军队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我们今天会请姚诚先生来解读 不过在开始今天话题前还是要先给大家推荐一个产品 就是德国的Demerola玻尿酸面膜 那么这款面膜被称为是面膜中的爱马仕 在中国和欧洲一直卖得很火 当然其实像我们这种时政频道是不太适合卖面膜 但是为了有更多资金支持来做好节目就姑且试试 其实没想到带货的效果还不错 前几期节目也多亏大家支持 有些观众他为了支持我们 刚开始买一盒试一试 用过之后感觉很好又回头又多买好几盒 结果没想到这个面膜很快就卖脱销了 然后我们这个带货的团队立刻补货 但是数量并没有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先去预购 面膜已经从德国发货到美国 那您预购之后七天左右会给您发货 好的那感兴趣朋友赶快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 早下单早安排发货 好回到今天的话题 我们请姚诚先生来解读 好姚诚先生你好 非常感谢您上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大家好 好的 好谢谢姚诚先生 那这段时间中共军队的震荡不断 引发了全球关注 包括美国驻日的大使 他都在这个推特上发文说 中共高层在上演这个推理小说无人生还 说从秦刚到火箭军的高层 然后到什么李尚福 这个都一个一个消失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主要谈这些事 但是在谈这个之前 我想先问您一下有关093核潜艇的事情 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核潜艇的事故出事 一直传言不断 那么最近以前之前说是什么台湾海峡 现在有人说是黄海 那我看您在推特上最新发了一个推 说这个 这个说北部战区海军出事 这个事故可能是有 但是呢 具体怎么样还不清楚 但是您就列了一下093核潜艇的这个情况 那您怎么看这个核潜艇出事的这样一个传闻 您觉得爆炸有可能吗 如果不是爆炸 那什么样的事故有可能呢 中共的这个093工具型核潜艇 它一共外界知道的 它是9条 北部战区在青岛的牢山 有这个5条 那么在南部战区的三亚有4条 实际上还有两条大家不知道的 就是这前两年刚刚下水的17号和18号艇都部署在了南海 这两年以后呢 就是中共已经不再造这个093了 因为093的这个技术性能很差 噪音达到了120分钟 现在集中的量在造这个095工具型核潜艇 095最说已经下水了 但是这个东西核潜艇是中共补密程度最高的 所以不是很了解 我们了解的东西我们就说 不了解我们就不说 关于核潜艇在黄海实施呢 一开始爆出来的呢 有点悬火 说在台湾海峡 然后爆炸全艇人员死了 然后又改口在黄海 这个情况我们也做了一些了解 台海是不可能的 因为不要说核潜艇 这个常规动的潜艇都不会经过台湾海峡 水太起 那么在黄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这一段时间 美军把战口布防已经布到了黄海 它的这个美利坚号两系攻击舰 现在正在黄海与韩国进行军事演习 所以说黄海为什么不来呢 就是说美军系的战略部署很听起 两头打 中间协防 就是南海和北海两头压制 中间协防台湾 那中共现在这一段时间也是阵风线队 所以它的093核潜艇特别是在青岛的 第一核潜艇之际的093出来 在黄海活动 这个是事实 我们也了解到 它在这个5条 5条至少能出来个两三条 那么这一天在黄海出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爆炸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如果核潜艇爆炸以后 它就不是现在这种情况 那个核潜艇爆炸要在水里出事了 那不是说中国方面舰艇飞机救援的大批的阳性 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包括全世界的一些国家 都会高度关注 因为这个东西它有核污染 它一核污染这一大批海军就不能 不能有船舰船通过了 那现在看来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 没有在这边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打牢救援 甚至是美国和韩国的军队 还在这一块进行军事演习 这就说明了这个舰艇不是爆炸 是出了事故 这事故也有最大可能不见得是正确的 就是说我了解到它是这个艇内的 空气循环系统发生问题 导致了一些缺氧了 一些对人体伤害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导致了有人这个死亡 就是所以这条舰是紧急上浮 它有这个动作 紧急上浮 紧急上浮以后呢 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关注 包括美国的核侦察机都过来 这是事实 第二个中国的有些救援船只也进去了 但是呢这个救援是这个事情 从机械上看就是这么个情况 不是说爆炸 嗯 是 其实我也觉得就是说爆炸可能像这个船有点悬啊 但是应该是有点事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而且呢现在有消息说中共军方内部啊已经开始调查 然后北部战区司令 海军司令这个王大中 现在好像是被查 我印象中之前也看到您在推上有发说 您也得到一些消息说王大中被查 是不是这样那他的被查是不是应该跟潜艇出事有关 嗯 因为王大中呢是跟我是老乡 他跟王后兵两个是一个飞行训练 我们在部队时刻有过互动 他当时在海航26团飞轰那时候我们见过面 这个人很很本分 也很能吃苦能干 他是去年刚刚被集为北海监队的司令 那么去年集的那毫无疑问是习近平看中的人嘛 嗯 你说他是不是习近平的人我都不敢说 但至少信息你对他是看中的 那么现在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分析呢 就是因为这个消息透露了 也是我一个战友透露过的 他说王大中有事儿 嗯 但最后有什么事儿不知道 因为这个战友他是早就退役了 他知道情况 嗯 那我们最后再一块分析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潜艇出事是存在的 那么潜艇出事的主要原因是 他的舰艇的失败出了问题 舰艇失败出现了问题 那就是要找厂家 找军这个军委这个装备发展部 所以现在情况正好与这个大气候 这个城内集 Principal所报告:" 这个堆栏家 BankOULD CEO的踏迹 给你做厂家杰国。 这 这个事儿租签了 这 年后来去投入江战事就是 嗯 票子 就正好 他跟风筒 04yrus 那么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是6月28號嘛 我還記得這個事是我披露的嘛 然後7月7月幾號 7月26號中央救美發了一個東西 叫徵集全軍裝備採購招標違規線索的公告 從2017年開始 2017年正好是李尚弗當部長 那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應該說李尚弗在接受調查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圍繞著這個裝備的問題 包括前幾天這個張又霞也在軍委開了一個會 要尊重四邊的生命 在裝備質量上要私下公布嘛 就這個意思 那現在在打官司 那王大中為什麼在晚上暴露出來呢 他就是 湯府是不存在的 這個人物很了解 他是個安徽許縣四州四縣的一個農民家庭的一個孩子 他這個人很本分 而且他才任職一年半 他在那個地方還沒有根深 殺得很深 他也不至於是貪腐 在基準情況下也不回湯府 因為湯府都是不存在的 那麼如果說是核潛艇 如果是我剛才排除的時候爆炸的問題 如果核潛艇發生事故 一般也不會動到艦隊司令 我們知道這個2003年361潛艇是70多個人死掉了 當時江澤民把海軍司令石雲生和楊懷清全部免職 那這個免職裡面是有政治原因的 因為當時劉華欽正在逼著江澤民退下軍委主席 所以沈雲生和楊懷清是劉華欽的人 這個江澤民就要報復劉華欽呢 把他的兩個 把他的海軍司令和政委都免職 那麼這一次如果說一個是 王大中不存在貪腐問題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也沒有到那個要撤換艦隊司令這個程度 所以王大中估計是現在不僅是王大中問題的 他是司令嘛要負責嘛 那麼他會把責任推給莊部 那總莊部那裡也跟他在打官司 不排除習近平利用王大中來弄裝備發展部 因為來弄這個李尚福 來找李尚福的麻煩 這就很奇怪了 李尚福他是剛被習近平提罰成國防部長 哦 說明他對香港做過什麼 中共就不信認為把 Arrow有關給了 有一點紅色的紅色還是查ells 如果中共全部拿在進行ぜ coincide Social Security 你 headquarters 發出一個紅色的匝品 就是這疊癒的患者 就ons the Van B дв 那火箭军发生这个问题 他现在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贪腐滥用军费是正常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要查李上福呢 李上福一直在管这一趟的事情 包括他的前任张佑霞在管这趟的事情 中共的军费浪费最大的使用 在这个方面 这个中共呢 这个装备费呢 它是单独列出来 那么外界不了解一种情况 就是一个军子项目要立项 立项是这个军工企业立项 向中美报 然后同时军队专备部门要签字 要一块上报 有的是军队主报 你比如说海军的这个航空母舰的电子弹势系统 这个马伟明他们主报 那么厂家协助 他们在报这个项目的时候 大量的就是夸大息息 多报经费 多报经费以后 互相合理 这个浪费了大量的经报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当年这个尖锋区 西安飞机公司造了个尖锋区出来以后 我们去验收 我觉得我们这海航 黄德成副司令带着我们去验收 那时候西非公司的老板 王金平把这个验收组 招待得像皇上一样 招待得非常好 他这个西非宾馆的人员就问了 你们为什么给他们吃这么好 用这么好 还已经发了很多东西 那王金平说了一句什么话 不给他们吃 我们吃什么 你飞机造出来的验收 不合格我会要 那你投入了大量的经费 所以装备部门 军工企业和军队的装备部门 合伙起来验中压弄天 所以习近平在抓虎建军的时候 从这个角度去入手 又发出了这个2017年以来 这个任装备发展部部长 号召社会举报 他为什么号召社会举报呢 因为很多的厂家 他不属于军队 那么你比如说 你造一个航空母舰 它不是这个大连造船厂 和建南造船厂 它很多的部件 是各个小厂家造的 造完了以后 晕过来一个组装 所以一条航空母舰 要涉及到上千家的地方企业 其实地方企业在这方面也很清楚 包括这个驻治系大厂的军代表 他们的待遇非常好 所以联系起来看 查火进军最后也查不下去 只能查李尚夫 所以后面还会遇到 我们现在还会遇到 李尚夫查不下去 还要查张英强 这就看习近平的剧情 不能半途而非 习近平讲过 在这个贪腐的这个方面 零容人 要不然不服 那么现在习近平查的 主要是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 这一块 对军队来说 他们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他只是在调查军队 了解军队 你看陆军他就没什么贪腐 那个海军空军贪腐 他的量没有火箭军那么大 他有这些小问题 但是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认为 这个王大中这个事情 十有八九 他是配合习近平 在整顿火箭军 整顿装备发展部 整顿李尚夫 下一步还可能有大动作 就是张悠侠 这条线一直要查下去 否则习近平没办法正处军队 没办法向军队交代 没有办法在军队设施这种整改 这个顺着您这话说下去 我倒想问一下 您觉得他查军队贪腐 他真的是因为贪腐要查贪腐 还是以贪腐为借口 因为他对军队不放心 这两种情况都呈现 如果他对军队放心 这个听他的话 即便有贪腐他也不会去查他 对吧 但是贪腐的问题是存在的 中国的军队贪腐那是公开的秘密 那么你现在看习近平 我们现在也了解到习近平到目前在北部战区 目前还在北部战区进行做一些访问 或者是视察 北部战区对他没有威胁 北部战区刚刚调了一个政委回去 北部战区的政委刚刚调到了东部战区 他應該說目前北部戰區對他還沒有太大的 他還不太懷疑 另外一個他對海軍目前的感覺非常好 海軍現在在執行他的命令 在南海、東海出動力還是很高的 他不大可能去抓王大中 那王大中現在也是這麼個情況 就是看著大形勢很清晰 潛艇世界你不能都怪我 是你裝備的問題 那你裝備的問題我們就打官司 就打口罩 所以王大中現在處於這種情況 不是說一位貪腐 也不是說對習近平不忠啊 所以習近平最不放心的是火箭軍是吧 所以他整肅火箭軍 您覺得是不是因為 主要是因為忠誠的原因 火箭軍的情況比較突出 所以他把火箭軍全部給斷掉 他去了兩個 一個陸軍副司令 一個是中部戰區的副司令 又調到火箭軍去當副司令 就是都不是火箭軍的專業的人 所以火箭軍的領導班子全都都是外韓 那麼現在他抓火箭軍就是要抓個頭 要把這個事情解決掉 要把這個事情解決掉 這樣的話一方面就是說 他會 一個是要整頓火箭軍 確實是火箭軍 對他執行他的命令不堅決 第二個就是也給其他部隊看 所以這個火箭軍處理好以後 其他的軍隊 所以他也許就不抓了 他也許就不抓了 瞎著就行了 而直到這個目的 那您覺得火箭軍 我先問一下您 早些時候在推特上有發一個話說 習近平不去G20 一個可能的原因 是他擔心火箭軍發導彈 把他的飛機打下來 這個會不會有點太驚悚啊 您真的是這麼認為嗎 不是 這個話不能這麼說 打習近平飛機的不是火箭軍 火箭軍擁有的導彈是DDP導彈 它不是防空導彈 中國13個集團軍 每個集團軍有一個防空導彈 另外中國周邊 他的大的層次 閉路登地發布 這個大型輪廓的 因為前面出了一個俄羅斯的普里格金這個飛機被擊落的事情 現在對習近平有意見的人很多 想殺掉他的人也很多 但是無從下水 但是唯一的有可能有操作現在就是這種對空攔截導彈 這個如果習近平的專機從這邊過 如果哪一個旅長叫一個旅長就行了 他下令就把他擊落了 都能解決了 他這個導彈只要一發射出來 他就追著目標區了 所以說習近平當然現在他在北部戰機躲著 他回到中南海裡面以後 他也感覺到不踏實 他現在要找一個他的比較信任的一個 比較可靠的一個地方先待著 他在北部戰區已經待了好多天了 所以說習近平現在怕死是正常的 不是我們大家認為是這樣 你包括網上傳的有些事情 雖然得不到確認 但確實也是符合邏輯的 符合這個情況 你比如說在北戴河 有個元老們去給他寫信這個事情 雖然我們看不到這個事情 我們也不知道 但我們不否認這種情況是存在的 因為前段時間 你比如說發信的時候李克強告調出來了 是吧 那麼現在 我就想我要現在說 習近平把中國進去搞成這樣子 老百姓在受 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但是中國最難過的不是老百姓 是那些太子黨 那些共產黨既得利益者 他們不想讓共產黨倒台 共產黨倒台以後 他不僅僅財產什麼都沒有了 他生命都有威脅 老百姓找的清算 所以最怕共產黨倒台的是中共的這些元老和太子黨 並不是老百姓 老百姓說句不好聽話 他能吃個草根 吃個樹枝他能活 那太子黨他活不了 過十四個中華營賢 Tiny五歲 所以對習近平的威脅 現在整個的是這個黨政軍 都有這種現象 軍隊為什麼對他恨呢 他四處挑戰 讓軍隊去打戰 你現在中國周邊這個環境能打仗嗎 能打得贏嗎 打不贏 打不贏 diseases 所以軍隊這方面對他很有意見 所以现在习近平又不愿意退下 那你不退下我只把你干掉 我劝你下来你不下来我就把你干掉 所以现在习近平怕这个怕死 是而且就是说 感觉就是他因为这种怕 有可能这个比如像火箭军 有可能火箭军之前 并不一定存在不忠诚的问题 但是他这样的严厉整肃一翻下来 可能真的很多人会心里开始出现不忠诚 有二心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现在习近平跟军队的关系 是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您觉得下一步真的军队有可能出现滑变 或者类似这样的事情吗 会不会出现呢 会出现 会出现要讲个时机 就目前没有战争情况下 他对军队的控制 他是非常有效的 你比如说他现在很少在部队抓人 他采取这个措施是什么呢 互相调动政务 党领导疫情 枪杆子听党指 在部队政委比司令打 政委是党委书记 你比如说我刚才讲 那个北部战区的政委 刘青森调到东部战区当政委 那么又调了一个新的政委 到北部战区当政委 他现在在利用政治工作来控制军队 实际上军队 我在某一个台讲过一句话 有那个贼心没那个贼打 那么要是反习近平 要是举起枪来 倒转相隔的话 这种可能性只会出现在战争结果 你看俄罗斯的瓦克兰那个普里格金 他要是在和平时期 他没有办法去 是 兵戒 所谓的 进行兵戒 那么中国也是这样的 习近平现在两难 一个是想打台湾 他必须要发动场战争 他才能21大连任 那么他又担心国地一打仗 要全包武器都发过去了以后 你的军命就达不到了 所以中国现在处备这么状态 军队目前大部分的人 还是在观望台北 军队分两派 一个是主战派 一个是和平派 主战派占少数 主战派是什么些人呢 是习近平提发的那些人 军使人在军队来说还是少数 大量的基层军官 你比如说军以下的军官 他没办法一个个提拔 他只能提拔这个战区的司令政委 上将 撑死了中将 他少将以下他管不了 他也没办法去 所以军队还是要看整个的军队 很多军队反了造反了 是下面的军官 逼着上面的军官 你比如国民党军队当时是这样的 下面的军官 你这个市长 你下面几个团长都过来说 不行不能这么干 我们要投放共产党 是这样的军队 但是习近平现在他 他其实他 您看他就把火箭军的这个高层 什么司令 副司令一锅端啊 然后您又说查到魏凤和了 然后又查到这个装备部李尚福 李尚福又刚提拔成国防部长 然后他这个又有可能弄到张又霞 他如果这样的把这些头头 他自己不管刚提拔还是过去提拔 这样的去搞的话 他就不担心这些头造反吗 他不像担心他把军队这些头逼反了吗 他当然担心 他为什么发了那个什么 装备沃子采购招标这个通知的时候 从2017年开始 他2017年开始 他就把张又霞给批开了 毕竟张又霞跟他家是示娇 毕竟张又霞是军委 第一副主题 他把他批开了 但是有些事情不是说 以他的意志为转积的 他也不想反腐反到这个程度 把李尚福给抓起来 李尚福也是他亲自击巴的 嗯 他亲自击巴的人都被抓得多了 对 从亲身边 对不对 这亲刚我们就不说了 你比如说 哪天 出来一个新闻 是吧 说蔡奇被抓了 我一点都不疑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很少出来 嗯 这个事实是这样的 但是他肯定也处在这种 为难的这个状态 连难的状态 因为他现在很少出来 嗯 这个事实是这样的 是 我看网上这个有 有自媒体中有人说 这个他因为 他也 他就是您刚才说 他疑心病重 而且呢 好像有一些预言 也说这个什么 最后一刃死在刃上啊 什么什么的 他又相信这些预言 所以他现在 可能真像您所说的 处于这种 对身边的人都不放心 觉得谁都有可能 在害他这样一个阶段 他现在处于一种 无助的状态 嗯 他无助的状态 他就会记住一些算命啊 一些预言啊 他在下周末 中共的这些党会啊 他表面上说是 无声论者 我说是什么 什么东西 是一个比一个迷信 我记得姜德明 2003年辞去军委主席以后 第一站到的是哪里 到的是安徽的九华山 那时候我正在九华山 九华山的村口封掉以后 他去封闭了以后 最后大家说的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去烧箱败火 你看了 你看了邓小平 他在上海 他在上海住的 他住这个 每年的这个大连出一的第一住相 静安寺是他少 不要听他们 一听到就是无声论者 他们特别是人到老了以后啊 他要有些问题 是不是我从哪来 我到世界上来干什么 我又到哪去 这个神的观念不由自主地就在这个 就是说 因为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很恍惚嘛 他找不到根本嘛 他就是在这方面去找一些答案嘛 是 是 我看您这个最后很快啊 就是我看您这两天说要在海外建立这个反共老兵群啊 我很快问一下 您建立这些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力量 促使中共军队内部倒戈呢 对 你讲的也对 我这话也实话 就是说呢 退一的军人呢 和现役的军人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比如说我退一到地方呢 我还是战友老乡在部队 这个联系很好 那么人更多以后 他们能够把海外的真实的情况转到部队区 告诉解放军的外面的真实世界 从而去推动军队国家化 最好的情况下是和平隐变 最好的状态是军队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不要跟着共产党分裂去打内战 老百姓造牙 对国家对民族都不利 所以这个条件 我当然就是希望 因为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也感觉到我的自媒体啊 我的一些东西传到国内的时候 适当力薄啊 如果有更多的人把东西传过去 把海外的信息告诉解放军官兵们 所以我一直在提上就是 西方国家应该推倒中共的防火墙 推倒中共的防火墙 比得上千云万万 好的 好 非常感谢姚诚先生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观众朋友 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啊 也希望关注姚诚先生的推特 或者现在叫X 好的 那谢谢姚诚先生 我们今天就先解读到这里了 下次我们再跟您聊 好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